好 現在我們看TE mode 剛剛看的是TH mode 看TE mode 它還是這邊是長度A 這邊Y是B 因為它是TE mode 所以EZ要等於0 EZ只有transverse direction 這個不等於0 那我們就要解這個值 假設這個值就等於這個 這是橫接面的 跟橫接面坐標有關的 這是傳播方向的 這個式子它跟我們可以由這個 式子裡頭解出來 你把這個帶進來這個 這個都消掉了 就剩下這個東西 那這個我們就變成partial平方 of partial x 平方 叫partial平方 of partial y 平方 我們現在用分離變數法來求 令HZ是等於x 單單單由x坐標構成的 單單由y坐標構成的 我們把這個帶進去 最後再被這個來一除 所以它就可以變成這個式子 變成這個式子 好 變成這個式子以後 我們說這要等於0 這個只跟x坐標有關 這個只跟y坐標有關 這是常數 加起來要等於0 你不管x是多少y多少 加起來都要等於0 除非這個關係 除非這項跟x沒關 這項跟y沒關 才有可能 否則的話不可能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就說 這個在x跟y任意子的時候都成立 那一定這兩項分別等於常數 這個等於這個 這個就跟tm解法完全一模一樣 好 這兩個常數 kx平方加ky平方要等於h平方 這兩個加起來要等於h平方 好 現在我們把這兩個微分方程 重新寫一遍 這個調過來 大家都成一個這個 所以a是這個b是 你看這個跟我們剛剛解釋的那個tm wave 完全一模一樣 不過它就是邊界的連續條件不一樣 因為它是磁場 磁場 tm wave 那就是磁場不等於0 磁場在x這兩個導體b上面是算什麼 切線分量 在y兩個導體b上也算是切線分量 那麼磁場在導體b上面 它的切線分量等於0 切線分量 它只有切線分量 它垂直分量要等於0 那就是表示它的partialx over partialx等於這個 這個要等於0成 它切線分量才是最大 所以這個是partialx over partialy的解 這一組就是partialy over partialy的解 也是這樣 好 現在我們一下就連續條件帶進去了 這x等於0 x等於a的地方 x等於0 x等於a的地方 導函數是h場 在x方向上面的這個 這個導函數 x等於0的時候等於0 x等於0 A的地方等於0 这个时候磁场才会 切线分量才会最大 或者是这个 这个等于零 那这个Z就不要看 就是横坐标 或者是只看这个 Y等于零跟B之处 就是这个 partial partial Y 等于零 也是一样 这个Z我们不要看它 就是exponential 负干嘛Z 或者是这两个等于零 我们现在先看X方向 partial X0 over partial X等于零 跟partial A over partial X等于零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那我们知道 零 要等于X是零 这个就没有了 就是这一项等于零 那就是AX AX要等于零 然后这个带进来 因为这个已经 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X等于A X等于A 那就是零 因为这个AX已经是零了 所以只有这一项 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那一定是Sine 这个要横等于零 这个AX是零 那现在这个BX不可以再等于零 那KX也不可以等于零 那只有这个横等于零 那KX就要等于 就是KA 那等于Mπ 那KX 不是KA KX KXA要等于Mπ 所以KX等于这个 然后把这个值 跟这个值 带到这个里头来 那这下没有了 只剩下这个 所以XX等于BX cosineMπ over A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这个值 跟这个值 带到这个里头来 零 带进来 就是零了 就这个 K AY等于零 然后这个 B等于零 那就是零 要等于 负KY BB Sine KB 因为这个 这个等于零了 好 现在我们 就可以解得 AY等于零 KY 就是这个 这个 要横等于零 那KYB 要等于 Nπ 所以KY就等于Nπ Y over B 它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所以YY 等于这个 这个是Y了 这个写错了 所以YY YY等于这个值 所以H呢 HZ 还有HZ是等于这个值 就是你把刚刚那个解出来 XX带到这里 YY带到这里 这是Y 这是Y 带到这里 所以 Z方向的HX 在横接面坐标来讲 是等于这个 这要记一记 意思就是说 在X等于零的地方 跟X等于A的地方 这个都是Pi的整倍数 CosinePi的整倍数 是等于E 那 Y在零的地方 或者Y在B的地方 也是整倍数 所以 在这四个B的地方 词上都是最大值 所以用Cosine H平方就等于这个 这跟Tm波完全一样 好 这个解出来了 这个也知道了 我们把这个值带到 16到19里 是里头去 就得到其他的分量 这个分量 带到这里头来 你把它对Y做偏偏偏分 带到这里头 HZ对X做偏偏分 这个我就不做 你们回去要做一遍 HX 带这个 它这个对X做偏偏分 这个 还有这个 的这个式子 那四个 其他四个分量都有了 Gamma是等于这个 这也是跟Tm波完全一样 好 在 T1波里面 M跟N呢 可以有一个是0 因为它两个都是cos 两个都是cos 你M等于0 那就是只有cos 只有cos 后面 你看 这是HZ M等于0 这是等于1 那只有这个函数 N等于0 那只有这个函数 不可以两个都是0 两个都是0 这两个都是1了 那就H对H0 那就没有电磁波了 OK 所以T1波里面 M跟N 可以允许一个等于0 不得两个都等于0 这个是它的 接质频率 接质频率 有一个可以等于0 但是我们知道A要比B大 分母比它大 所以N等于0 这个没有了 这个A分之1 这个是它的 注意第一质 如果你M等于0的话 这是B分之1 因为这个分母比它大 这个 不是这个 A比它大 这个比较小 在比较小 你只有这个存在 那当然这个 就是你这个根号 只有它 跟只有这个的时候 是只有这个的时候 比较小 所以这就是它的 最低模式 T1 110是最低模式 你只要分辨了 最低模式是这个 那根号 μY 分之1就是等于 Face Velocity 接着波长 我们还是用 这个波长 乘频率 要等于波数 所以最低阶值频率 在最低阶值频率的时候 最低阶值频率 就是 这个等于1 这个等于0 这就是A 所以它的 波长 就是2分之A 2分之A 所以在A大于B 这个矩形波道里面 这个是主要模式 这个一定要在 A大于B才是 如果B大于A 那就是1 T01 模式 是主要模式 好 第八题 写出 编长为AB的 长方形波道的TMM波 它的瞬间值 汇出 这些电力线 在这些平面 汇出波 倒闭上的表面 电流密度 它的表面电流密度 好 这个是 它就等于 横界面的坐标 乘上 传播常数 再称这个 现在是什么 M等于1 N等于0 我们先把这个MN 这个带进去 这个 去real 就是cosine 这个字 好 M等于1 N等于0 N等于0 那这就是0了 这就是0了 好 它就变成Pi Pi A分之Pi 乘X OK 前面这个东西 前面这个东西 就是Pi A分之Pi OK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把它合并起来 合并起来 这个J 跟 这个有个J 所以你要取什么 取Sine 去Sine 去Sine 那这个就剩下 Omega μH Easy 是0 因为它是TM Mode TM TM Mode 好 那现在我们 再看看 HX 我们把这个 带进去 也是一样 这个取S数 它是 它只有横界面的方向 好 这是 刚刚这应该是 对不起 这应该是 T 1 模式吧 Transverse 应该是T1模式 T1模式的话 这个才会等于0 这个我可能写错了 可能写错了 T1模式 是T1模式 这是T1模式 OK T1模式 好 那么现在 再看这个 这是HX 这有个J 所以T1 T1模式 T1模式 HY是可以有HZ HZ也有HZ HY是这个 因为它这里头 有个Jβ 你取 实数的话 这应该是取S 不过 这个是0 整个都是0了 所以只剩下这一项 事成Beta等于这个字 从以上的结果 我们知道 T10模式 上面是T10模式 那个题目 我写错 写成TM 它只有这三个 不是0 好 我们在XY平面 就是 这矩形的这个界面上面 EY等于这个 EX等于这个 我们现在令这个等于E 等于这个 那从这里 就是说电场 也只有一个分量 H场也只有一个 就是坐标有关 那这个坐标 电场 Y方向的电场 跟这个有关 你看X等于0的时候 X over A等于0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0 你看这个电场 在这两边都是0 这个等于二分之π的时候 最大值 所以从0到这里 有一个半波场 一个半波场 HX是这个石子 当这个 你看这个 X等于0的时候 也是0 X等于0 X等于A的时候 也是0 也是0 那它这个 就是 它跟这个 就是说 HX 跟Y没有关系 它就是这样的一条线 跟Y 不是 这是HX 这是EY EY跟X有关系 OK EY 那这个呢 H的X方向 它也是一样 这两边等于0 当中是最大 不过你看不出来 因为它就是这么一条线 看不出来 以上 两个场分量 都是X的函数 跟Y没关 两个力线 就像这个样子 电力线 就是磁力线 磁力线 因为它跟Y没关系 所以这个都是一样大 X呢 这里比较大 这里比较小 不然你看不出来 这里 也画不出来 这个 然后我们看YZ平面 YZ平面 还是在X等于二分之A 在这个正中间 这个界面这里 这个等于1 这个正好等于0 那这个时候 EY跟HX 这是 EY是这个 HX是这个 这个其他都是0 这两个不是0 你看 它EY 就是电场的Y方向 是sinβZ的函数 那比较Z等于二分之A是最大 你看这个 这个最密集 当它等于0 跟等于π的时候 是0 所以它这个 所以它这个 0到最大 到0 那HX呢 X方向 X方向的HX就是 朝那个方向 进入 可以进入这个 螢幕的方向 它也是这个 当βZ等于二分之π的时候 你看 这最密集 等于0跟π的时候 就是0 所以它的电力线 跟磁力线 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YZ平面上面 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T10模式的电力线 与磁力线 可以由 就是这个图 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了 刚刚已经讨论过了 就是这个图 在XZ平面上面 EY E的电厂的Y Component 跟H厂的X Component 跟H厂的Z Component 三个分量都不是0 这三个分量的值 在T等于0的时候 我们把它写出来 是等于这个值 EY HX 是这个值 这个是0 所以负负的正 然后 还有一个 HZ 是这个值 三个厂 分别 是这个值 好 现在我们看 好 现在我们看 XZ平面上 T10模式 电厂跟磁力线 斜率 电力线跟磁力线的斜率 电厂是这个 磁力线的斜率是这个 我们可以由这个图来看 我们可以由这个图来看 实现这是电力线 电力线就是Y方向 这是X 这是Z 所以Y要朝这一边 XYZ Y是朝银屋的外面 当这个等于 二分之π的时候 最大 它是负的 所以朝里头最大 这是零跟π的时候 零跟π的时候 你看 零 你看这个 最大 然后慢慢 递减成零 然后磁力线的斜率呢 DX跟DZ 它是这个 Tangent的BetaZ 这个等于零 的时候是零 它等于二分之π的时候 是无穷大 你看二分之π的时候 这个斜率是无穷大 零的时候是零 零的时候是零 所以它的电力线跟磁力线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它在X方向 X方向 有一个半波长 有一个半波长 所以它是T10模式 XZ 平面上面 磁力线的斜率 这我们刚刚讲过 刚刚讲过 就是 这个图大概 重复了 好 再来就是看这个 波长壁上的表面电流密度 表面电流密度 始终 AN是什么 导体B 导体表面的 法线方向 向外是正 向外是正 比如说 Y等于B是上面这个 所以它是朝下是正的 Y等于零 是朝上是正的 X等于零是朝左边 X等于零是朝右边 X等于零是朝右边 H为波导内 界电值跟导体B处的磁场 就是在 波导里面传播的这个H场 这是T一零波 T一零波是这个字 好 我们现在看 T等于零的时刻 这个是T等于零 它就是变成H零cos A分子X 现在X等于零 所以这个等于E了 就是X零表面 好 这个就是 变成cos T等于零 cos-βg就是正的cos-βg 不过这里还是写成 负的 没关系 不过这个 现在主要是看这个 AZ cross 这个X等于零的表面 是在这边 它的这个AX是朝左边 所以AX cross AZ 它对于AN cross H AZ AX crossAZ 等于负AY 是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X等于A的表面 AX是朝负X方向 跟这个正好是相反的方向 所以是这个方向 所以是这个方向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了 X等于零 是这个方向 在这个倒地表面 这个倒地表面的Current Density 是负AY 这是X 这是Z的话 Y是朝这个方向 XY 不是 XY是朝上 XYZ 它负Y就是 朝下 在这个表面 在X等于A的表面 正好跟这个相反 Y等于零的表面 就是下面这个表面 好 还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 AY 这是AY 下面表面AN是朝上 H 它H 两个分量 H有两个分量 那这个时候 AY crossAX 是AZ 负AZ AY crossAZ 是AX 所以 这就变成这个分量 那我们再把这个值 T等于零 这个 Y等于零 代进去 就是这个值 这个就是这个值 带进去 就是 在 Y等于零的表面 Y等于B的表面 因为这个 正好相反 所以它跟这个 也正好相反 那就是 它的Current Density 就是这样 那这里是Y等于B Y等于B的表面 它是 这很复杂 很复杂 画起来 就是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去画它了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个立体 一个专为雷达波段 所设计的标准 空气充电的波导中 有一种叫做WG-16型 适用于X波段 它的波导 结构是 A边是这么大 B边是这么大 本来它是用 inch来表示 我们把它画成 厘米 如果这个波导 你仅仅在 T10主要模式下运作 我们只要它在 T10主要模式下运作 那它的频率 介于T10模式 接纸频率的25%以上 到比T10模式较高 以及接纸频率的95%之间 它合适 适合的频率范围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 要找一个范围 它的频率 要是这个频率 它的比它大 比这个频率大 大25% 要比这个 比它较高一级的频率 只有它的95% 那么这个频率范围是什么 我们就把这个写出来 空气充电 所以它这个 就是光速 矩形波导的 节纸频率是这个 那现在A也有了 B也有了 所以它 主要的模式 T10模式 就是这个等于1 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1 那我就是2A 这个导数 就是C 算出来呢 T10模式的 T10模式的 节纸频率是这么大 它现在比这个大 25% 25% 举心波导 我们现在看 这个是它的 01模式的节纸频率 是这么大 我们要找一个 比刚刚那个T1 10模式要更靠一点点的 看看是哪个模式 好 F20呢 你把这个等于2 这个0带进去 它是13点 你看这个 这频率比这个低 频率比这个低 所以 T120模式 缴这个模式 是比这个模式 更高一级的 节纸 就是T20模式 为缴T1模式 更高一级的 节纸频率 适合者 频率范围 那就是 我们说你这个是T10 你现在找一个频率 是这个的 10不是这个 前面那个 它的1.25倍 就是比它要高出 25% 要比这个 高一级 不是这个 高一级是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比它更高一级 95% 所以你这个 乘一乘 是这么大 你的95 乘这个 是这么大 所以 你的频率 就是我们刚刚得出来的 我们刚刚得出来的 这个字 又过去了 就是这个字 这个频率 这个频率 要介于8.19个Gigahertz 跟12.45个Gigahertz之间 才能够适用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可以把这一章 全部讲完 我们今天介绍举行共振空腔 Cavity Resonator 我们前几章 我们讲到 UHF 就是300 Meghertz 到3个Gigahertz 这个波段 的电磁波 以及更高频率的时候 平常的 几种 元件 就是说 你的电流 电阻 电感 跟电容 都集在 一个元件上面的 这种元件 很难制作 它就是分布在 一个导线上面 因此呢 它就有很多 膳失的电磁场 这些都会有膳失的电磁场 这个电磁场 不可以忽略 电路的大小规格 如果跟运作的 波长 差不多的时候 电路的大小 跟波长 差不多的时候 会成为高效率的 电磁发射器 而干涉到 其他元件跟系统 就是说 你这个电路 上面的 电磁波的 波长 跟这个电路的 长度 差不多的时候 你这个电路 就形成一种 天线 它会发射 电磁波 那么这个电磁波 就使得你周围 其他的系统 受到干扰 那么 并且呢 因为发射了电磁波 因为发射电磁波 以及几乎效应 的关系 使得这个耗损的能量 耗损的能量 这个就是 发射的电磁波 以及几乎效应 所耗损的能量 使得我们传统 就是这个几种 元件 的电路 还有很大的 有效电阻 所以为了要使得 这个波段 UHF 以及更高频率 的时候 提供 共振 你共振起来 那你这个 如果不想办法 你这个 发射的电磁波 很厉害 那耗损的越多 所以我们就要 寻找一个 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就是 它的四周 都是导体 导体壁围住的 这个封闭的区域 那么就叫做空腔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将电磁波 局限在这个区域中 就电磁波 它不会跑掉 就在这个区 局限在这个区域里面 并可使得 它的电流的流动 能够给它 有足够大的面积 而消除高电阻效应 像这样的一个 封闭区域 它会产生一个 自然频率 以及高Q值 靠Q值 这个Q值是一个 平值因子 称为共振空腔 这个封闭区域 我们就称来叫做 共振空腔 我们以前讲的 矩形波导 它只有这四个币 这四个币 Y有两个币 X方向有两个币 那前后都没有币 所以电磁波 可以在这个当中 圆着Z轴的方向 传播 如果我们在这个 Z的方向上面 当Z等于A的时候 Z等于0的时候 跟Z等于D的这个地方 Z等于0跟D的地方 我们也分别用一块 Perfect Conductor的平板 把它堵起来 那么这个区域 就是四桌都被堵起来的 那我们就称它叫做 共振空腔 那共振空腔 它的激发 这种叫做探增激发 它就是从这个底下这块板 X等于0这块板的中间 把这个探增伸进去 然后它会产生电场 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电场最大的地方 那么另外就是用一种 叫做环路的激发 它激发出一个磁场来 它就是在这个壁上面 Z等于0 这个壁的中间 把这个探增放进去 它在这个地方产生磁场 这个磁场呢 是在导体壁这个地方 磁场最大 就是说这个图 就是一个矩形的共振空腔 这个我们刚刚都讲过了 这个空腔呢 它的规格 X方向是 长度是A Y方向的长度是B Z方向的长度 是D 我们现在 就说这个区域 它跟这个矩形波道一样 它有TM跟TE 有Transverse Magnetic Wave 跟Transverse Electric Wave 不过 这个时候的TM跟TE 不是那么 不像这个矩形波道里面 那么确定 因为矩形波道这两边呢 没有导体 所以电磁波在这个地方传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界面 这个就是它的界面 所以它的 Magnetic Field 如果都是Transverse 或者Electric Field 都是Transverse 那这个波我们就称它叫做 TM波 第一波 然而我们在这里头呢 因为这两端也是封闭的 也是封闭的 那么 所以 我们说这个电磁波啊 它不一定要朝Z轴传播啊 它现在是X轴也会传播 Y轴也会传播 Z轴也会传播 Z轴也会传播 它三个对边之间 通通都是一种 祝婆 都是祝婆 所以你说它的TM 你朝这个方向 你朝这个方向 对这四个B来讲 是TM 但是你对这个 前后两个B来讲呢 它就不是TM 所以 所以这个不一定 这个TM跟TE Wave 并不是说你怎么规定 就怎么规定 大家要说好 比如说我要设定 波的传播方向 是向X 还是向Y 还是向Z方向 你设定 跟你这个设定 的方向有关 所以说这个纵向 并不是公定的 纵向不是公定的 例如我们对Z轴来讲 是T1波 但是对Y轴来说呢 它就是个TM波 所以说这个 在空向里面 到底是TM还是T1波 那你要先说好 设定好 我的波 是朝哪个方向传播 好 现在我们选择Z轴 是波的传播方向 那么波在Z等于0 跟Z等于D 这两个端点 它都是导体壁 它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完全反射 然后再传回到 Z等于0的时候 又反射 所以里头的波 往复的反射 就会形成一种驻波 所以这个空间 不管你是往哪个方向看 前后 左右 上下 它都是驻波 驻波 它没有什么行进波 因为它 波是不断的反射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我们有两个 我们现在有三个 三个边界 本来只有X等于0 X等于A 跟Y等于0 跟Y等于A 现在Z等于0 跟Z等于D 也是两个边界 所以你满足这两个边界 Z等于0 跟Z等于D 要形成驻波的话 它里头的这个H值 也必须是一个 某一些特定值 并不是连续的 它的eigen 是eigen value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什么 以前T1 Tm 我们只要用MN就好 X方向我们是用M Y的方向用N 现在Z的方向 我们用P 作为下标 本来是TEMN 或者TMMN 现在变成TEMNP TMMNP 是这个样子的